第一章 纷争 星云宫的一处厅内 这里是白鸟馆势力范围 东宁 坐 灰袍销售的白鸟馆主坐在主位 孟川也顺着坐下 厅内一共有五位大能 除了孟川外 便是白鸟馆主 影魔之主 赤阳副馆主 青龙副馆主 虽说白鸟馆 还有其他七结境 半部七结境 但实际上真正的核心 就是这四位 如今他们想要将孟川 也纳入到核心层 因为孟川并未建立任何势力 又是元神七结境 能发挥很大作用 像东宁之主 石神公主 阴影之主 星魔教主 墨爷山主等 一个个都各有势力 和白鸟馆更像是合作 恭喜东宁度过天结 白鸟馆主微笑道 自此天地开阔 很长时间无需烦恼 天结了 是 孟川也笑了 自从成为结境 这一次又一次天结 一直让我颇为紧张 接下来就轻松了 这辈子在大县之前 怕都很难看到 第八次元神之解 不可小瞧自解 白鸟馆主说道 八结境大能 也是从七结境修行而成的 前辈们能成 我们为何不能 修行更当大决心 若是连决心都没有 成八结境便彻底无望了 馆主说的是 孟川连道 心中却暗暗嘀咕 自己也就谦虚几句罢了 总不能张口就喊着 要成八结境吧 而且按照自己所知 成元神八结境的确无比艰难 第一难关 就是掌握时间空间规则 成半部八结境 很多时代都是没有半部八结境的 如今这时代 有两位半部八结境并存于世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第一难关要闯过 就不容易 第二关就是心灵意志 心灵意志足够强 令元神世界 能够承受时空规则的演化 这难度极高极高 按照情报记载 要比修炼出八结境肉身 还要艰难得多 第三关就是 杜结 第八次元神之节 根本搜集不到任何情报 孟川说 这辈子大献之前 怕都很难看到 第八次元神之节 一方面是谦虚 另一方面 想要看到第八次天节 代表度过了前两关 元神世界 能够承受时空规则的演化 度过前两关 除了没最终度节 真实实力 就已是元神八结境 怎么感觉 管主比我自己 还重视我自己的修行 孟川暗想 东宁 一旁隐魔之主 也难得开口 你年纪轻轻 修行至今 才七千余年 完全能像管主一样 修行两三万年 就成半步八结境 之后再冲击八结境 孟川笑笑 管主修行速度 是很恐怖 严格来说 没到三万年 就成半步八结境了 自己能做到吗 谈正事吧 白鸟管主说道 同时看向一旁赤阳副管主 赤阳副管主微微点头 到 东宁如今 成了元神七结境 也可多占些资源 占资源 孟川心中一动 他知道 时空长河诸多珍贵资源 几乎都被七结境大能们 给垄断了 六结境们 之所以投靠一位位七结境 就是希望七结境大能吃肉 他们跟着喝点汤 自己是得战先了 这些将来也能成为 苍原界的抵御 华 赤阳副管主一挥手 面前出现了时空疆域图 时空疆域图 很多区域在闪烁光芒 如今整个时空长河 相对容易获得的资源 都被占下了 赤阳副管主 只向一处时空长河之流 比如最为出名的星沙河 星沙 是很容易做的买卖 如今星沙河 超过八成区域 是被雪红公主 黄医院主占领 他们俩也常年争斗 其他七结境不去争 孟川询问 整个时空长河论背景论靠山 最强的是陶山主人 赤阳副管主说道 之后 就是雪红公主和黄医院主 陶山主人 占了陶山 没谁敢亏思 雪红公主和黄医院主 主要就是占住星沙河 因为星沙河太大 他们俩 尽量占 也只占了八成 到底什么背景 靠山 孟川之前得到情报中 对此记载含含糊糊 之前给你的情报 也很详细了 白鸟管主说道 梅西说的 是关于八结境大能的 也是不想在你度节前 让你分心 八结境 孟川心中一动 整个时空长河 自宇宙诞生至今 诞生了数十位八结境大能 白鸟管主说道 虽然有些已经难以查探 连情报都被完全遮掩 但有些八结境 却是主动留下视力 比如永恒楼 星云宫 黑魔殿等等 这些八结境大能们 留下的许多痕迹 对我们时空长河 都有深远影响 青龙副馆主开口道 陶山主人之所以说他靠山印 是因为他破解了 我龙族始祖烦恼的一难题 始祖颇为喜悦 允他 可谓他 出手三次 我龙族的六结境 半步七结境 就算战死 始祖都不会在乎 只有七结境龙族 才能得到几分偏爱 青龙副馆主叹息 反而是一个外族 能让始祖出手三次 孟川理解了 为何谁都不愿得罪 陶山主人 陶山主人 如果请出龙族始祖 现身这时代 谁挡得住 陶山主人 紧紧站下宇宙宝地 陶山 自号陶山主人 一心 前修 不掺和任何是非 也从未请过我家始祖 帮忙 青龙副馆主 有些钦佩 他本可以获得更多 但站下陶山 便满足了 陶山主人 雪红公主 黄医院主 背后都有八结境相助 黄医院主背后的那位八结境 是其他宇宙的 白鸟馆主说道 其他七结境们 或许极少数见过八结境 但都很难让八结境帮忙 更多的七结境们 都从未见过八结境 孟川微微点头 苍原祖师 一生也就见过一次八结境 时空长河宝地不少 除了新沙河 陶山没纷争 其他地方大多都有纷争 赤阳副馆主 指着时空将玉图光芒闪烁的地方 七结境 半部七结境都掺和其中 少则两三位相争 多则十余位相争 孟川仔细观看 时空将玉图上一处处光芒闪烁 仔细看去 便感应到大量讯息 过去只知道七结境们争夺资源 可详细争成什么样 今日才真正明白 孟川隐隐看出 白鸟馆 六方天是最大两股势力 渗透处处 双方占了过半资源 其他七结境 半部七结境们 也各自站下诸多区域资源 仔细看看 赤阳副馆主说道 东宁你可是元神七结境 就该站下符合你实力的宝地 对了 戒祖之前说了 等你成为元神七结境后 送你一处宝地 戒祖送我 孟川惊讶 说是送 还是要靠你自己占领 赤阳副馆主说道 戒祖年老 这些年 想要将站下的诸多宝地 转移给好友 黑魔殿那边的孟年殿主 却不服 出手去抢抢 惹得戒祖出手 和他火拼一场 不少七结境都掺和进去 戒祖诸多元神分身占的资源太多 爷惹眼红 第二章 宇宙之潮 孟川 了然 在自己成元神七结境之前 当代仅有三位元神七结境 其中戒祖离寿命大陷阱了 所以不再争了 也就孟年殿主 元戒首领 锋芒毕露 元戒首领强势无比 去抢白鸟馆 六方天原本占有的资源 孟年殿主 稍稍若是险 但元神分身众多 且不怕死 可以肆意清洗占领资源 还是比肉身七结境强得多的 戒祖老去 终究会空出很多资源 元戒首领势力渗透太大 九个元神分身各有任务 很难再安排元神分身去抢战 孟年殿主倒是盯上了 觉得戒祖一死 很多资源该他占有 你实力强大 活着实 占有时空长和诸多资源就罢了 你死了 哪有资格安排这些资源归属 孟年殿主的想法也很正常 戒祖的想法也很简单 肥水不留外人田 他又不洗黑魔殿 自然不愿让黑魔殿占便宜 转交到好友手上 好友靠本事是很难抢 但仅仅守住还是有把握的 你成元神七结境 戒祖很高兴 白鸟馆主微笑道 我也告诉他 你还需杜劫 他也让你杜劫后 再找他 好 孟川点头 戒祖是对自己有恩情的 是得去拜访一下戒祖 整个时空长和 宝地众多 有自然形成 也有八结境大能布局形成 白鸟馆主笑着问道 想好 选哪里了吗 孟川看着面前的时空疆域图 闪烁光芒的诸多宝地 略意私存 便指向了中央区域的一处 就这里 宇宙之潮 白鸟馆主 隐魔之主 赤阳副馆主 青龙副馆主都有些惊讶 赤阳副馆主疑惑道 东宁 以你元神七结境的威慑里 完全可以选更好的地方 占领一层宇宙之潮 没必要吧 我准备将宇宙之潮最大的三层 全部占下 孟川说道 白鸟馆主 他们四位都笑了 青龙副馆主说道 宇宙之潮 一共也就九层 你占下最大的三层 等于占下 宇宙之潮过半资源了 占三层 你就需安排 三尊元神分身在哪 白鸟馆主提醒道 明白 孟川点头 宇宙之潮 是最吸引他的 因为这里是 孕育宇宙其真最多的地方 有些宇宙其真 时空长河 一个时代 可能就孕育一两份 根本买不到 所以自己去占领 宇宙之潮最大的三层 那么宇宙之潮 预御出的过半宇宙其真 都将落入自己手中 自己也可以从中选择 适合家人 适合苍原界的 你要占领最大三层 看来 我得陪你走一趟 隐魔之主说道 谢隐魔兄啊 孟川也知道对方 威慑力够强 隐魔之主 在半步七捷径时 就是公认最强的半步七捷径 如今成为七捷径 直接名列顶尖七捷径行列 宇宙之潮 内含九层时空 九层时空犹如风潮 融合在一起 但彼此却又是不同时空 所以要占领一层 就得安排一名原神分身 呼 一名黑袍白发男子 和一位阴影存在 跨越遥远时空来到这里 宇宙之潮 在时空长河 也是排在前列的宝地 他分九层 由一位七捷径 八位半步七捷径 分别占领 阴影存在 隐魔之主淡然说道 肉身捷径们 也就一尊玉外真身 他们选择让玉外真身镇守这里 就得放弃其他地方 每一层都至少是半步七捷径 可见宇宙之潮吸引力 梦川微微点头 宇宙齐真 随便一份少则数万方 多则数十万方 日积月累 还是非常赚的 而且不需要花费心思开采 只要守护着即可 最大的三层 分别是七捷径大能领祖 我白鸟馆的学徒 以及六方天的池天地 占领 隐魔之主说道 领祖 乃是和黑魔殿主同批次的 古老七捷径 修行岁月悠久 或诸多事物 长期镇守宇宙之潮最大的一层 学徒 白鸟馆的半步七捷径 号称是时空长河当代最强练气者 在五十余位半步七捷径中 能位列前五 能力压七捷径 自然不凡 十天地 六方天的六位天地之一 背景也挺硬 他们三位依次占据最大的三层 一道身影 从前方宇宙之潮中破空而来 皮肤灰暗如傀儡 面无表情 三只眼幽暗难测 正是当代练气最强的 竭尽大能学徒 影魔 东宁 学徒 淡然道 谢学徒兄 将一层宇宙之潮 让给我 孟川感谢道 在白鸟馆给的情报中 也说了 学徒有转交这一层的想法 否则孟川也不会直接来接收 学徒的性子 也很孤僻 一门心思在炼气上 连修炼肉身都不急 掌握本源规则后 还给自己起了个学徒的名号 当代大能们 名号来历各种各样 像黑魔殿那两位 黎虹之主 执掌黑魔殿 所以又称黑魔殿主 学与殿主执掌梦眼殿 也称梦眼殿主 像桃山主人 是承七捷径之后 占了桃山 字号桃山主人 大能者不同阶段 想法不一样 更换名号也常见 像万星 白鸟 东宁 则是弱小时就定的名号 承七捷径后 也未曾更改 我在此进修三万余年 晋级思动 是想换一处地方了 学徒淡然道 作为肉身捷径 仅有一尊玉外真身 要离开一处宝地 就得放弃 只是那领祖站的是 宇宙之潮最大一层 他不会轻易退让的 去瞧瞧再说 孟川说道 他们三位并行 轰隆 时空扭曲 逼近宇宙之潮最大一层 时空 诸位 有何事 一头一手出现 他有着独角 略显猙獰 全身披着领甲 一双血色眸子 看着在场三位 不由心中一惊 那位学徒虽然号称 是半步气劫镜中 排在前五的 可他领祖底蕴身后 有把握压学徒一头 可是旁边另外两位 一位是让黑魔殿主吃亏的 东宁城主孟川 又是原神七杰镜 另一位是白鸟馆主的 生死兄弟 顶尖七杰镜大能 隐魔之主 一个比一个强 领祖 孟川微笑开口 这宇宙之潮最大一层 我要了 自己曾有过些冲突的鬼魔之主 就是追随在领祖麾下 领祖很少缠火纷争 但宇宙之潮最大一层 他一直死死守着 你要了 领祖眼眸中有着冷色 好大的口气 有本事 尽管来攻打 领祖 我劝你乖乖离开 领魔之主 淡然开口 你仗着镇守镇法 是能够挡得住我们的攻打 但我们只是 来劝一劝你的 你若是不听 我白鸟馆只能请馆主亲自出面了 馆主出面 你这一尊欲外真身 怕就不保了 领祖听得脸色难看 宇宙之潮那么多层 非得夺我的 而且时空长河 还有其他诸多宝地 赶紧让出来吧 领魔之主淡然道 之前的白鸟馆 是人手有限 又没有元神七杰镜 其他大能们 个个都只是一尊欲外真身 自然很多资源没必要争 可孟川出现了 能占自然得占下 时空长河诸多宝地 本就是强者占之 领祖看着眼前三位 又盯着孟川看了眼 知道和一位元神七杰镜斗下去 太吃亏 而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可怕的元神七杰镜 东宁城主 你一个元神七杰镜 可以占更好的地方吧 领祖忍不住道 宇宙之潮 我准备站下三层 孟川淡然道 领祖微微一愣 三层 毫无疑问是最大的三层 元神七杰镜的手笔 就是不一样啊 罢了 我便让给东宁城主 领祖低沉说道 他也知道进退 放弃这里 还是可以去占其他宝地的 这东宁城主不好对付 第三章 再见戒祖 领祖也很干脆 将自身所占的宇宙之潮那一层 迅速收拾了下 将布置的固定阵法全部拆卸 便悄然离去 或许 这也是我改变的一个契机 领祖 行走在时空长河中 默默思索着 他镇守宇宙之潮太久 多年来 一直潜行修行 因果规则 离突破只剩最终的瓶颈 却一直困扰我 时空规则 掌握了过去 现在 却难以掌握未来 更别提完整的时间规则了 领祖思索着 他乘期捷径都超过十万年 活得也很久了 他也彻底死心 放弃 掌握完整时间规则的想法了 如今 一门心思就想着 彻底掌握因果规则 一旦成功 便是两大本源规则 再生 也将成为顶尖七截镜 我若是顶尖七截镜 那白鸟管岂敢来欺我 领祖暗道 在时空 长河中 地位还是很分明的 普通七截镜们 威慑力还是一般 半部七截镜们 都有一小部分 能够和他们媲美 那些半部七截镜们 除了没有修炼出七截镜 肉身 其他方面 不一定比七截镜弱 因为肉身截镜普遍存在 故意肉身修炼 留一丝缺陷 好拖延天节降临 我也只剩三万余年寿命 该去一些险地拼一拼了 领祖漫长岁月 倒是积累了些机缘 只是他一直认为 积累月深厚 外在机缘触动下 才更容易突破 所以一直忍着 如果不是这次孟川的出现 领祖恐怕还要忍上数千年 乃至上万年 才会出去一搏 宇宙之潮最大的三层 只剩下六方天的池天帝 东宁兄 你成为元神七截镜 只为了三层宇宙之潮 你站得太少了 池天帝是一名很雄伟的男子 笑声爽朗 热情得很 我若是元神七截镜 早就凭借不怕死的 诸多元神分身 和祖无剑 元界乃至和万星天帝斗一斗 狠狠撕下几块肉了 池天帝 你可是六方天的天帝 孟川虽然猜到对方会退让 但这位池天帝也太热情了 看看 万星没那么小气 池天帝热情到 今日也是难得 隐魔兄 学徒兄也都在 去我洞府坐坐 我们坐下聊聊 不必 面无表情宛如 傀儡的学徒冷漠道 我们当了那么多年邻居 我都没能去学徒兄那喝过一次酒 也不愿来我这喝酒 池天帝摇头 池天帝既然有意 就赶紧搬吧 隐魔之主也淡然道 六方天和白鸟馆 是针锋相对的两大势力 虽说两大势力的高层 可以坐下来谈笑饮酒 可不管是隐魔之主 还是学徒 都是颇为孤傲的性子 懒得 应付 别说是池天帝 就是万星天帝在面前 他们两位也懒得给面子 他们陪着孟川来 是因为孟川是白鸟馆 自己人 好 我这就拆除阵法 池天帝应道 仅仅片刻 也将一切都拆除 告辞离去 这位池天帝 在六方天的六位天帝中 很低调 长期待在宇宙之潮 不像许天帝经常行走 四方 隐魔之主淡然道 但他善因谋诡计 六方天很多行动 都是他制定安排 万星天帝呢 孟川疑惑问道 万星天帝长时间 空间规则 直过去未来 他算计起来更狠吧 一旁面无表情的学徒 却难得开口 万星天帝在六方天地位 超然 远远高于其他五位 六方天的许多对外征战 万星天帝几乎不掺和 一旦他插手 那就是大事了 隐魔之主也道 孟川点点头 也是 以万星天帝的实力 以利破法 哪里需要花太多心思算计 真要算计 怕是很多七节径们 都会心中惊惧不安 孟川的三尊原神分身 分别进入了宇宙之潮 最大的三层时空 宇宙之潮 并没有任何星辰天体 也没其他生命 仅有涌动的能量 孟川决定在最大的一层 宇宙之潮 布置固定的八节径阵法 另外两层没必要布阵了 因为每一层时空 在御育出宇宙奇珍之前 自己开战的 应该很少 七节径大能呢 都是不见兔子 不撒婴的 作为原神七节径 不去和祖物见 六方天 原界争夺资源 仅仅占三层宇宙之潮 已经算低调了 在宇宙之潮的大能者 都算是低调的 万星什么意思 让我们遇到孟川 可结交 不可为敌 持天帝行走在时空长河 却在思索着 他们六方天的几位天帝 早得到万星天帝的嘱托 白鸟馆是我们的对手 但孟川不是 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好友 万星天帝的话 持天帝记得清清楚楚 在六方天 万星天帝说出去的话 大家只需乖乖遵从即可 竹林湖泊前 白发苍苍的戒祖 依旧在垂掉 湖水映照无数时空无数人物 呼 一名白衣白发男子 从远处飞来 降落在近处 行礼道 戒祖前辈 戒祖抬头看着孟川 不由笑了 看到你这样的年轻修行者 我真是前辈了 他白发苍苍 是真的太苍老 离大县近了 孟川虽然白发 但眉宇间 眼神中蕴含得无尽生机 显然生命力 还在最巅峰之时 离大县还很遥远 来 坐 戒祖指向一旁 旁边也出现一竹椅 有酒水出现 孟川坐下 你能修行七千年成 元神七捷径 我也有些吃惊 真是了不得 白鸟馆主 虽然成七捷径 比你更快些 但他终究是肉身七捷径 戒祖说道 元神捷径这条路 终究要更难些 你比我 当年要强多了 或许真的有些 许希望冲击 元神八捷径 元神八捷径 孟川感慨 我查看诸多记载 我们这一时空长河 历史上出现的 元神八捷径 应该都屈之可数 元神第八次天节的情报 更是完全没记载 八捷径 跳出时空长河 他们若是有心 遮掩自己的存在 我们根本没法查 戒祖说道 只知道 我们这一方宇宙 有史以来 一共也就数十位 八捷径大能 在七捷径阶段 元神捷径 仅仅占据一成略多些 猜也能 猜处 数十位八捷径中 元神八捷径 很少 我年轻时也雄心万丈 想要冲击元神八捷径 也搜集了相关很多情报 这些都可送给你 戒祖说道 谢戒祖前辈 孟川 颇为感激 戒祖在当代 最强元神捷径的位置上 待了太久了 他搜集的情报 肯定比如今的自己要多得多 论历史地位 必须承认 戒祖比苍元祖师都是要高些的 苍元祖师 除了藏着的永恒秘宝 其他方面 也只是正常的顶尖七捷径 戒祖 却是元神顶尖七捷径 情报帮助有限 关键 还是靠你自己 单单掌握时间 空间就非常难 在 很多时代 都是没有半步八捷径的 戒祖感慨 我们如今 这时代 算是够耀眼了 竟然两位半步八捷径 并肩存在 孟川点头 就像苍元剑 同时代一般 也就几位尊者 可偶尔某个时代 就有精彩绝艳者出现 甚至出现时 还不止一个 比如黑沙帝君 阴阳老人 就处于同一时代 比如 元初祖师 苍海祖师 也是同一时代 整个时空长河也是如此 绝大多数时期 连半步八捷径都是没有的 只是如今 这时代比较强 关于元神八捷径 我了解的都在这 都是我亲自记录下的 戒祖一番手 取出一本灰色书册 递给了孟川 孟川郑重结果 忍不住意念渗透查看 以他的实力 自然是一念 便看完整本书册内容 也不由吃了一惊 对元神第八捷了解 也多了许多 第四章 黑玉星 心灵意志的要求这么高 孟川看到了其中 关于心灵意志的情报 有些震撼 戒祖悠然道 历史上的名障界主人 乃是元神一脉的 半步八捷径 他参悟出时间 空间后 以时空规则为根基 完善元神法门 心灵意志也达到恐怖地步 不施展任何秘书 仅仅看一眼 眼神中蕴含的意志 便可让那个时代 任何一个七捷径意识模糊 毫无反抗之力 那个时代 仅名障界主人 一味半步八捷径 但顶尖七捷径也有数位 也有元神一脉的顶尖七捷径 可无一例外 名障界主人 一个眼神 他们便发挥不出任何实力 借足凯探 面对白鸟馆主 万星天地 顶尖七捷径们 还能斗一斗 可名障界主人的时代 谁都无法在他面前出招 可他的元神世界 依旧无法承载时间 空间的演化 终身困于半步八捷径 由此可见 想要承载完整的时间规则 空间规则的演化 对元神世界负担是多么的大 借足说道 对心灵意志要求的高到什么地步 像我 早就能够磨山登顶 可即便施展元神秘书 也只能令普通七捷径们 没有反抗实力 对顶尖七捷径们 影响就弱了 普通七捷径在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我一定离八捷径很近了 可我自己猜清楚 我还差得远 即便现在时间规则突破瓶颈 我的心灵意志依旧差得远 借足前辈若是掌握时间规则 以时间 空间规则为根基完善元神法门 想必心灵意志就能蜕变到 元神八捷径所需的门槛 孟川说道 完善元神法门 借足眼中有着向往 或许吧 但即便现在掌握了时间规则 我所胜寿命 也来不及完善元神法门了 你看过我搜集的历史上 元神七捷径们的情报 就应该清楚 我的修行速度 放在历史上也只能算是中上 借足轻轻 摇头 众多元神七捷径中 我都算不上最顶尖 哪有希望成八捷径 孟川没说话 借足给的情报 是多年辛苦搜集 历史上一代代元神七捷径们 甚至有五位元神一脉 半部八捷径的情报 诸多情报结合 对照自身 也能看出和历史上前辈们相比 自身处于哪一个层次 你不同 借足看着孟川 眼神很亮 你比我强多了 今生你有望达到 名杖界主人的层次 甚至冲击真正的元神八捷径 也有望 我自当捷径全力 孟川也感到这条路很艰辛 跟我来 借足忽然 分化出一尊元神分身 主动带落 孟川也有所猜测 之前白鸟馆主都说过 借足有意送一处宝地给自己 孟川立即跟上了借足 一片幽暗虚空 孟川和借足出现了 在这 滑 虚空荡起连衣 显现出一座庞大的黑色星辰 星辰上依稀能看到洞府建筑 也看到阵法笼罩处处 黑玉星 借足看着这座星辰 露出笑容 是我征战四方 占领的最重要一处宝地 它的价值 比我其他几座宝地加起来 都要多得多 黑玉星 孟川当然听说过 黑玉星的价值 绝对是众多七杰镜们争夺的 宝地中排在前五的 排第一的是雪凤公主的那一颗 玉外元金星辰 你也知道 黑玉星的星河中 能玉玉出黑玉金沙 每年玉玉出的 也就十余粒 每一粒黑玉金沙价值 接近元初之时 每年少则数百方 多则过千方 借祖孝道 只要镇守这脸 隔几年 收一次黑玉金沙 即可 十余万年下来 靠黑玉金沙 就能赚到一亿方 玉外元金 我们元神捷径们 分身众多 只需安排一尊元神分身 在这镇守即可 梦川吃惊 苍元祖是一生积累的财富 除了永恒逆宝之外 也不足以一方 便可知晓 黑玉星的价值 白鸟馆主 万星天地 作为半步八截境 不可能将唯一的一尊 玉外真身 长期镇守在这 他们两位眼光要高得多 历史上站住黑玉星的 大多是元神七截境 顶尖七截境们 倒是有这个实力 可他们最重要的是 修行 他们需要行走四方 前往一处处 机缘之地 如果将唯一玉外 真身永远困在一处黑玉星 耽搁了修行 即便临死前 积累到一亿方玉外元经 也很不值 因为顶尖七截境 即便行走四方 漫长岁月 也能积累不小的财富 当然 若是换成价值高数倍的 玉外元经星辰 顶尖七截境们 便愿意困手了 就像血凤公主 付出巨大代价 布置大量八截境阵法 都能硬抗半步八截境强攻 到了这一步 家乡真身 也可经常在外行走了 整个时空长河 有资格 守住这里的不多 借祖笑道 你是元神七截境 修行更是才仅仅七千年 你站住这里 没谁敢来抢 这太贵重了 孟川只觉得这个礼物也太贵重 如此宝殿 镇守是难 但抢夺也很难 如果元界首领 孟眼殿主先一步站住 借助镇法镇守 孟川根本攻不破 借祖让孟川能轻松占领 只需守住即可 我一死 还是得让出来 借祖笑道 我一直在想要让给谁 可顶尖七截境中 我的几位好友 都仅仅一尊玉外真身 他们不可能永远待在这 他们也要闯荡四方 也要修行 那孟年殿主倒是想要 我岂会让给他 我原本想着多等一等 等到老死之前 最后一两年再做决定也不晚 不过 你既然突破了 你便是最好的人选 借祖前辈 这恩情 我记下了 这黑玉星 我也收下了 孟川 没再犹豫 我一死 这里 还是要迎来各方争夺 算不上什么恩情 借祖笑着道 黑玉星的黑玉金沙 也是需要漫长岁月积累的 更需要你 安排一尊元神分身 长期在此 借祖前辈 将来可需要我做些什么 孟川问道 和你说过 有机会帮帮我那两个小辈 以及帮帮我的家乡就行了 借祖凯探道 至于我是看不到你 真正站在时空长河最巅峰那一天了 元神八截境太遥远 但他相信 孟川能达到半步八截境层次 站在这一方 时空长河最巅峰 第五章 吞吃中等生命事件 黑魔殿总部 一座厅内 一面镜子上正显现着画面 借祖陪着孟川进入黑玉星 孟川开始练化黑玉星阵法 孟眼殿主沉默观看着 别看了 借祖主动送给孟川 谁都没办法 坐在一旁 看着卷宗的黎红之主说道 我过去一直颇为敬重 借祖不愿得罪他 可他老了 占领的一处处宝地 准备送给诸多 好友 却一处宝地不愿让给我 孟眼殿主声音冰了 孟川突破之前 当代仅有三名元神七杰镜 元界首领 有更大的野心 仅有我最适合接手他的诸多宝地 他一处都不愿给我 都翻脸了 说这些又有何用 黎红之主淡然道 孟眼殿主沉默 他作为元神七杰镜 又执掌传承之宝 孟眼殿 在整个时空长河影响力也极大 软得不行 他来硬的 他威胁借祖 借祖你实力了得 可你也得考虑你死后 你的家乡 你的族人们 借祖震怒 强硬掀起了一场大战 孟眼殿主丝毫不虚 也和借祖厮杀 更有不少七杰镜插手 他们双方都是有些好友的 孟眼殿主毕竟年轻 平常也低调 关系王比黎红之主要强得多 连顶尖七杰镜都有支持孟眼殿主的 但借祖显然好友更多 借祖自身也更强 那一战 借祖一方完全占优 可孟眼殿主 作为元神七杰镜 元神分身死了 又凝裂 也没吃太大亏 也就黑魔殿的许多分布 被震怒的借祖迁怒 摧毁了不少 孟眼殿主司毫不在乎 黑玉星就这么成孟川的了 孟眼殿主很复杂 自己讨好借祖 软的乃至硬的 一切手段都用上都没用 反而孟川 借祖主动赠送 就这么瞧不上自己 你我加入黑魔殿 罪灭缠身 一旁的黎红之主 平静得很 被有些七杰镜敌视 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有诗有的 我执掌黑魔殿 你执掌孟眼殿 这是比黑玉星大得多的机缘 孟眼殿主承认 若说顶尖势力永恒楼 传承无尽岁月 主要是永恒之眼 佐镇 黑魔殿 则是两大传承之宝 黑魔殿孟眼殿 对他们 七杰镜而言 作用不亚于永恒秘宝 可惜他们只有使用之权 这两件传承之宝 终究归属于黑魔殿的主人 这也是任何势力 都没想过来 争夺黑魔殿 孟眼殿的原因之一 复古何欲 安波何系 瞻云剑 瞻云剑 是一座古老的 中等生命世界 存在了93亿年之久 即便对一座 中等生命世界而言 也存在太久了 也变得无比衰老 离最终破灭也不远了 生命世界也无法永恒 有诞生 有野蛮时期 繁荣时期 但最终也将衰败 走向破灭 可笑的生命世界 一道黑袍身影 看着这座 中等生命世界 他的目光透过世界磨变 都窥探到里面的众生 对于生活在 瞻云剑的繁俗而言 世界衰老 对他们太遥远了 生命世界 即便只剩下 数十万年寿命 对繁俗都很漫长了 瞻云剑内 依旧无比繁华 无数家族势力 最生梦死 他们的修行体系 也非常发达完善 若论历史 瞻云剑历史上 诞生过一位七捷径 十五位六捷径 底蕴自然极深 即便如今世界衰败 当代也有一位捷径 五位帝君 过百位尊者级 华 黑袍身影陡然消散 一头幽暗的庞然大雾出现 他的血盆大口张开 比黑暗混动还要可怕 一口就将瞻云剑给吞入口中 时空运转规则 对生命世界的庇护 在七捷径禁忌生物 面前却没起作用 瞻云剑的无数生灵们 都惊恐发现 空间撕裂 露出了无尽的黑暗 跟着黑暗 就彻底淹没了他们 瞻云剑在狱外有一位 三捷径的狱外真身 以及帝君 尊者的部分真身 可这一吞 灭绝众生 同样透过因果 灭绝了那位捷径 帝君们的狱外真身 瞻云剑的一切生灵 彻底灭绝 瞻云剑本身也消失了 呼 这庞大大物吞掉了瞻云剑 无比舒坦 可惜这生命世界太衰老 太虚弱 滋味还不够好啊 庞然大物暗存 这座生命世界的弱小生命们 你们可别怪我 真正要杀你们的 是你们同宇宙的大能啊 你们是自相残杀 庞然大物 跟着悄然便消失不见 这片虚空 少了一座生命世界 其他没任何变化 瞻云剑的消失 没有引起波澜 在浩瀚时空长河 仇怨厮杀处处都是 经常有捷径 帝君死去 瞻云剑仅仅一位三捷径 几位帝君的死 没谁在意 至于瞻云剑消失 本就很衰老的世界 湮灭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一座幽暗大殿 万星天帝盘息二座 一支箱点燃着 呼 黑袍身影来到了幽暗大殿 恭敬向万星天帝行礼 天帝 这是瞻云剑内的宝藏 所有贵重宝物都在这 黑袍身影 恭敬将一座宝塔 递给万星天帝 万星天帝 伸手接过宝塔 仔细探查了一遍 不由眉头微皱 瞻云剑仙祖遗留的宝物 大多都被用光 所剩的这些 也就千万方 真够穷的 这点收获 让万星天帝不是太满意 你没将宝物给吞吃掉吧 万星天帝抬头看着黑袍身影 眼神冰冷 虽然他从头到尾 一直摇摇观看着 这头七杰镜禁忌生物的 吞噬瞻云剑的过程 甚至帮忙时空遮掩 但整个瞻云剑 吞吃到对方肚子里 如果某件珍贵宝物 吸引力太大 七杰镜禁忌生物 悄悄吞噬消化了 他查出来也很难 不敢 黑袍身影连到 对万星天帝 你可以歇歇了 是 黑袍身影 不敢丝毫为你 万星天帝掌控他的命核 完全控制着他的生死 一面即可灭除他的意识 黑袍身影 立即化作流光 飞入酒杯中 万星天帝随手收起酒杯 目光摇看一处 摇摇看到孟川 正在练化黑玉星阵法 戒祖也在陪着他 戒祖将黑玉星赠给孟川了 万星天帝面无表情 摇摇看着 第六章 拒绝 修行到万星天帝这层次 所剩寿命也挺长 一步成为真正的八截境大能 跳出时空长河 俯瞰时空变幻 可令自身时间流速 近乎静止 自身过去片刻 外界多过去十一年 乃至更久 想想 都让万星天帝无比向往 他说起来是半步八截境 可终究是七截境生命 只能活在数十万年时间段内 跳不出时空长河的束缚 终究是河内的一条大鱼 将来若是进行第二计划 孟川和白鸟 恐怕就是 我最大的威胁 万星天帝思索着 吞吃中等生命世界 它进行得很小型 历史上诞生过七截境大能的 中等生命世界 整个宇宙 足有过百万 宇宙历史上的无数珍宝 很多都在一个个 中等生命世界宝库内 万星天帝选择衰老的 当代 没有太强截境的 中等生命世界下手 因为衰老 更像是自然湮灭 但长久以来 万星天帝 已经毁灭了 百鱼座中等生命世界 其中连半步八截境的 家乡世界 都有三座 获得的财富还是 很惊人的 百鱼座中等生命世界的负面 各个都是 诞生过七截境大能的 家乡世界 即便在衰老 数万年内 接连烟灭 依旧很不正常 白鸟馆主 戒足等一些 势力足够强的 早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对万星天帝也心怀警惕 我虽然很小心 他们也没任何证据 证明 是我下手 但吞吃中等生命世界 终究是大截 如果我 太过分 上顶到八截境大能 那 很可能惹得正义感 极强的八截境大能出手 万星天帝 实际上并不惧怕 当代任何一位存在 即便是白鸟馆主 也只是和他并驾齐驱罢了 他怕的是 那些没在这时间段 现身的八截境们 八截境们 性子各异 但毫无疑问 有个共同点 他们的时间很宝贵 是容不得随便打扰的 像龙族始祖 即便是龙族 也得是七截境 龙族会令他关注一二 否则他根本没先轻在意 只要不是动摇龙族根基 整个时空长河根基的大事 又或者牵扯到自身修行的事 龙族始祖根本不会现身 即便整个宇宙厮杀一片 死掉九成九的修行者 也只是一个时代而已 对龙族始祖又算什么呢 像黑魔殿主人 魔山主人等等 更加自我 更没有什么正义感可言 幸好 想要联系八截境大能非常难 连龙族族长 都不可轻易打扰他们的始祖 万星天地暗道 只要我小心线 没让他们感觉到痛 应该不会有八截境现身之时代 即便知道 吞吃中等生命 是很忌讳的事 万星天地依旧不愿罢守 因为这样的手段 获得宝物太容易了 足够的宝物 也是他修行的资量 还有那位魔山主人 难怪他那般想要搜集命盒 命盒对修行的帮助太大了 万星天地眼中有着渴望 可惜七截境禁忌生物太少了 历史上的七截境禁忌生物命盒 几乎都到了魔山主人手里 而如今这时代 我想方设法 也才弄到八份命盒 混沌灼合还活着的那几头 七截境禁忌生物 个个更加狡猾谨慎 八份命盒 留三份驱使 吞吃中等生命事件 真正我能使用的 仅仅五份 太少了 万星天地都不敢公开买 因为整个时空长河 只有一位 存在是公开收购七截境命盒的 魔山主人 他敢公开买 惹出魔山主人降临这个时间点 怎么办 魔山主人的实力 在这一方时空长河 历史上的数十位八截境大能中 都是排在前几的 绝不是他一个半步八截境能挑衅的 必须谨慎 慢慢来 万星天地也很有耐心 黑玉星 孟川彻底练化黑玉星阵法后 戒族也就离去了 黑玉星 孟川站在洞府前 看着脚下的星辰大地 心情极好 这里源源不绝产出的黑玉星沙 就是我苍原街的底蕴了 只需要靠时间 就能积累出不逊色于苍原祖师的宝藏 当然不能算那一件永恒秘宝 华 忽然一道模糊身影降临 一名灰衣老农出现在黑玉星 笑看着孟川 万星天地 孟川自然认出对方 对方仅仅是降临的一尊化身 并非真实肉身 没什么威胁 若是真实肉身要进来 孟川怕是第一时间 就调动黑玉星阵法阻止了 如今这时代 东宁你的确 最适合掌管黑玉星 万星天地笑着道 我若是借祖 也会送给东宁你 天地过誉了 天地今天来 不知有何事 孟川也客气道 你也知道 如今整个时空长河 最大的两股势力 就是我六方天和白鸟馆 万星天地笑着说道 虽然元界也在蹦荡 可对六方天 白鸟馆影响不大 孟川也知道 真正的核心重地 元界是抢不到的 六方天和白鸟馆斗了很久 并且以后恐怕会持续斗下去 万星天地说道 白鸟馆的资源宝物 主要还是落到馆主手里 你们这些其他七捷径成员 仅仅能根据功劳分一点意 既然如此 又何必那么拼命呢 像东明之主 阴影之主 石神公主 星魔教主 他们一个个 虽然也是白鸟馆成员 可是和白鸟馆 也只是联盟 并不会冲在第一线 天地的意思是 孟川看着他 我希望你 就像石神公主 星魔教主 阴影之主他们一样 稍微帮衬着白鸟馆即可 没必要为他拼命 万星天地说道 孟川明白对方意思 一个全力参战的 元神七捷径 和一个滑水的 元神七捷径 区别的确大得很 六方天和白鸟馆是对手 但你我之间 并无任何矛盾 也可是好友 你说对吗 万星天地笑道 我对好友 一向大方 呼 万星天地一招手 有一宝物跨越时空出现 那是巴掌大的金色圆环 这是环世界 万星天地笑道 一件适合元神七捷径的一宝 它是以一头混沌灵主 遗留的材料所炼制 而且还是以混动规则为一 凭此可吞吸敌人收入 环世界内 也可用它施展幻境 环世界降临 令敌人困在幻境中 这件一宝论价值 大概在一千万方 对你参悟 元神世界构造 以及时空规则 都有大帮助 混沌灵主遗留的材料 到了孟川的身份 也知道七捷径 禁忌生物 和混沌灵主的区别 混沌灵主 来是八捷径 禁忌 生物 他们遗留的材料 随便拿出点 价值都起高 并且还蕴含种种神意 天地好大的手笔 孟川说道 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要答应 如石神公主他们一样 当个白鸟馆 普通成员即可 白鸟馆主 也没法强行要求 你为他拼尽全力吧 万兴天地说道 馆主对我有恩 只能辜负天地的好意了 孟川很直接道 万兴天地笑着 轻轻摇头 我又没阻止 你和白鸟馆主当好友 你和他是好友 和我一样 可以是好友 孟川没说话 自己六节进食 白鸟馆主便送上重宝 自己受了 便不可辜负对方 七节进食 自己也不差 万兴天地这点了 这样 我不管你在白鸟馆如何 即便你为他和我六方天拼杀 我也不在乎 万兴天地笑看着孟川 我送一份礼物 就为了交了 你这个朋友 受一份礼物 结一份因果 孟川摇头道 馆主对我有恩 我若是今日受天地你这份重礼 将来恐对不住馆主 宝物动人心 可那也是因果 宝物越重 因果越大 既然当初选择了受白鸟馆主的重礼 敌对势力首领的重礼 绝不能收 东宁 万兴天地看了孟川一眼 你可真是重情义之人 第七章 在底化圣山 天地过誉了 孟川平静道 万兴天地看着孟川 摇头道 东宁 别拒绝得那么干脆 时间是很有魔力的 今日你做出决定 在一万年后 三万年后 你的想法恐怕就不一样了 孟川微微一正 是 时间在变 修行者也会变 将来你有需要了 比如修行道路上 需要我帮忙了 尽管开口 万兴天地依旧热情 每个七节径 都不是为了其他大能而活 都是有自己的修行路 百鸟馆主 即便对你有恩情 恩情 终有一个限度 不可为了些许人情 耽搁了自身修行 我这番话 你仔细思量便是 万兴天地微笑道 我的洞佛 随时欢迎东宁你前往 谢天地了 孟川客气道 对方主动示好 还是要给对方面子的 万兴天地 微微点头 这尊化身已然离去 孟川站在原地若有所思 他能感觉到 万兴天地的结交之意 善意很明显 送上如此重礼 图谋 怕事不小 孟川 面色正重 凡俗 兜宇 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盗 万兴天地主动送礼 仅仅只为交友 万兴天地 可是能看到未来的 七捷径大能的一条条未来线 他都能看到 他送上千万方的礼物 图谋 肯定远远超越上千万方 白鸟馆主是几方势力首领 当初送重礼时 说得很清楚 不会让孟川为难 有这一前提 孟川才会接下 当时自己还仅仅只是六捷径 白鸟馆主所赠宝物 都是元神一脉的重宝 价值比万兴天地送的 要高不少 万兴天地说的 含糊不清 要求都没明确 孟川岂敢收 人情债 最难还 白鸟馆主行事光明磊落 万兴天地看似热忱 实则欲以因果来束缚于我 孟川单单因为这点 就不喜万兴天地 也罢 无需想太多 自身实力越强 便能抵挡更大的风雨 该去画圣山修行了 山无秘境 画圣山 见过东宁城主 黑袍兽薛老者 颇为恭敬行礼 他便是 负责镇守山无秘境的 元神六捷径 独谋大师 独谋大师 孟川 观察着对方 城主称呼 独谋即可 黑袍兽薛老者谦逊道 上次城主来山无秘境 还是六捷径 转眼已是七捷径大能 独谋佩服 独谋大师 早就掌握三种六捷径规则 困在最终瓶颈 然而 东宁城主 修行岁月短暂 先物空间规则 再执掌混动规则 都已燃成七捷径大能了 这让独谋大师 颇为羡慕 他遭到黑魔殿疯狂报复 即便诸多元神分身 聚散 犹新 依旧一种之力 渗透每一个元神分身 除非自身元神 蜕变到七捷径层次 元神强大后 主动排斥一种之力 否则除了黑魔殿 谁都没法救他 孟川如今实力大增 所在之处 本源领域自然蔓延开 第一眼就察觉到 黑袍兽薛老者 元神分身上纠缠的 诡异之力 你的伤势 孟川看着他 是孟眼殿主亲自出手 黑袍兽薛老者说道 动用的是传说中 孟眼殿蕴含的诡异之力 百花府主帮我请戒祖帮忙 也无法驱逐这 孟眼殿诡异之力 哦 可否让我瞧瞧 孟川问道 他知道 孟眼殿是传承之宝 恐怖非凡 谢城主 黑袍 受薛老者也有些期待 谢祖是元神七杰境 东宁成主 也是 或许就有法子救他 若是一种之力被驱逐 他 彻底恢复完好 还是能有数万年寿命的 孟川一缕 元神之力 渗透黑袍 受薛老者的元神分身中 嗯 一渗透 孟川就清晰发现了 有一种诡异规则 已经影响独谋大师 元神处处 这种诡异之力 是规则化存在 很玄妙 已然影响独谋大师 元神处处 甚至应该能影响 其他所有真身分身 这就是孟眼之力 孟川知道的 要比独谋大师多得多 白鸟馆给的情报 早就记载 孟眼之力的可怕 幸好那位孟眼店主 境界不算高 动用传承之宝 只能发挥出少许力量 如果孟眼店主 达到顶尖七杰境 施展传承之宝 恐怕独谋大师 伤势要重得多 怕早就毙命了 黑魔店的两件 传承之宝 对七杰境的助力 是不亚于永恒秘宝的 孟眼之力虽然只是一丝 但太过玄妙 我怕是掌握时空规则 达到半步八杰境 方才可以试着破解 孟川能察觉 孟眼之力的诡异可怕 由此更加明白 八杰境存在的强大 城主 可有法子 黑袍 受血老者忍不住问道 没办法 孟川思索着摇头 将来若是有破解法子 我会来找你 城主 黑袍受血老者 有些感激 孟川对这位极恶如仇 和黑墨殿截下大仇院的独谋大师 还是很欣赏的 可惜 如今帮不了他 你不用管我 我在山无秘境 只会在华盛山前修行 孟川说了句 便已经一脉不到了华盛山脚下 挥手便是一座占地树里的洞府 降临 孟川 这一尊原神分身 隐居在这座洞府 抬头眺望高九万里的华盛山山壁 看着那一幅幅震撼的巨作 33幅画 进阶不凡 开始绘画吧 坐在书房 孟川面前放着一空白画卷 这一幅空白画卷 是孟川亲手炼制 消耗八百方的材料炼制 画卷足有长宽百万里大小 它的特殊就是够大 以及材质非凡 足以承载一些强大画作 孟川先开始绘画混动一脉的画作 以混动规则入手 更能理解这些画作的精髓之处 时间流逝 转眼便过去30年 30年时间 时空长河也是风起云涌 诸多顶尖势力的冲突一直存在 半部七节镜门都厮杀过树场 白鸟馆也参与了诸多争斗 但都没有让孟川出手 因为很多争斗 都是麾下六节镜门的纷争 半部七节镜出手 就很难得了 七节镜门也是要参悟修行的 不到真正重要之时 七节镜并不会现身参战 可一旦现身 也将吸引时空长河各方顶尖势力的目光 孟川这30年 一直在绘画 在六节镜时 他眼界还浅 成为七节镜后 掌握空间规则 本源规则混动规则后 能够深层次理解这些绘画 感悟自然不同 30年 32幅画 孟川在书房内 觉得这30年收获太大 32幅画 每一幅他画的都很认真 收获大的 甚至绘画第二遍 第三遍 30年时间 孟川对时间 空间 以及十大本源规则 都有了更深程度认知 十大本源规则 如何配合运转 时间 空间 如何衍生诸多规则 至少都有了模糊的了解 还有第33幅画 孟川抬头 目光透过书房的窗户 越过洞府院墙 看着高九万里的画 圣山山壁 看着33幅画作中 唯一的一幅 简单的绘画 其他32幅 画都非常繁杂 蕴含至少一种本源规则 唯有最中央的那一幅画 仅仅只有六笔 非常随意的 六笔 每一笔都不同 每一笔都仿佛撕裂了混沌 开辟了宇宙 六笔彼此交错 更衍生 不知道多少玄妙 孟川本能觉得 这一幅画 要高明得多 也难参悟得多 所以他放到了最后 试试看吧 这六笔之画 孟川抬头仰望巍峨山壁 仔细观摩六笔之画的每一笔